这个杂带鱼啊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那您知道怎样做才能让它外酥里嫩 而且一点都不腥吗 做法啊特别的简单 不信您就往下看一看 今天老弟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你 首先咱们把买回来的带鱼啊 先给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以后啊 咱们把带鱼的内脏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咱们用剪刀把鱼的翅膀给它剪下来 全部处理好以后啊 用清水把带鱼给它洗干净 最后把带鱼两面给它改成花刀 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 要想让这个带鱼好吃而且特别的入味啊 咱们需要腌制一下 加入葱姜花椒粒 再来点五香粉 少许的食盐 一勺的料酒去腥 用我的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咱们腌制20分钟 腌好以后呢 咱们把上面的配料全部给它清理着 然后备用 烘碗中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 然后啊加入一包小酥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给它搅拌成酸奶状 最后再放了点食用油 再次的给它搅拌均匀 加食用油可以有效的锁住带鱼的水分 然后把带鱼均匀的裹上面浆 这样做呀炸出来的带鱼更加的外敷里面 油温六成热 咱们下入带鱼 下的时候呢 一定要一个一个的下 刚下来的时候呢 咱们不要翻动它 让它有一个定型的时间 这时候如果手机还有电的家人们呢 您能给老弟点个小红心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 老弟在这里感谢您了 就差您的一个双肌 老弟就能上这门了 全程开中小火炸就可以 最后把带鱼炸至外表金黄酥脆 熟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这个带鱼 在家您就像我这样做呀 吃起来外酥里嫩 而且呢 一点都不腥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 试做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